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应该是进入一个十全十美的一年吧 对 剩这样子了 我相信今天2月3号 应该很多的一些开学 虽然说之前都已经开了 但是现在很多人可能就是 真的是那个心情就回到了工作上 学业上 然后一切就回到平常 大家就是正式地要回归 就是我们的暑假已经完了 是的 当然除了这个 在中国的朋友可能还在放假当中 为什么呢 这个武汉肺炎 到目前为止呢 还是还没有搞定的 那中国官方也有说 这个中国的朋友们 应该是要挪到这个夕阳的情日 就是2月14号左右 大家才回到正轨了 对 没错 我相信在这一次的这个新年里头 大家对于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 心情非常受影响 没错 然后每一次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肯定都会讨论一些这些新闻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有一些要跟大家好好地来报告的 那其实在武汉呢 之前就说这个医院啊 真的是非常的缺乏 根本就没有病床 而且这些受感染的这些人呢 真的是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 那所以呢 中国政府啊就很火速地在八天里头呢 就把一间医院给进攻建好了 因为像人说很多人据说是求医无门 可是呢 这所医院在火神山的医院呢 就在八天里面竣工的 而且呢 这些所医院非常了不起啊 拥有一千个床位 一百四十九间房间 然后呢 总共就有一千四百的医护人员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些医护人员啊 大家都在这个期间都非常地辛苦 所以在这里呢 真的是 还是希望武汉加油了 赶快把这个病毒给 真的是抵御过去了 是的 虽然讲这个病毒 是大家听得非常地吓人 可是 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 在中国以外 其实是还没有任何的死亡病例 除了刚刚发生在菲律宾的疫宗 那这疫宗呢 也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啊 因为这位人士是来自武汉的 没错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呢 最新的这个受感染 以及这个死亡的这个数据 那目前为止 当然就是在中国大陆 还是确诊病患呢 非常的高 就是有14488 那这个死亡人数呢 是达到了304 那这个数据呢 就是截至昨天晚上9点的 所以在盘榜呢 就是以国家的人数排名 就是中国大陆 日本泰国 新加坡 韩国 香港 台湾 澳洲 马来西亚是在下面的 所以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 这个疫情呢 在我国是非常受到控制 当然这一次叮吟大家就是 不要传逆一些无谓的 没有受到官方证实的消息 引起任何的恐慌 大家不要这样子做 不过接下来这一则研究呢 新发现呢 大家真的是已经确认了 而且大家真的也要特别地关注 就是呢 这个新的研究就是说 这个病毒啊 也会存在于我们的这个 粪便里头 所以呢 它是可以透过我们的粪便 来传播的 是 这个病毒 是在我们的粪便中存活 而且是可以由这个粪便 传到我们人 就是粪便跟口的这个传播 就是粪口传播 怎么传播呢 就是由肛门粪便 接触到这些裤子上 然后这些裤子 可能你坐在这个椅子上 公共的椅子上 地铁等等 那你坐上去 你的自己本身的裤子 也会沾染到 那感染指排便后呢 接触的这个食物餐具 都有可能会影响的 是 那当然呢 它就是经过 我们的消化道传播了 那这个病毒呢 在这个肠道里头的 这个存活率 还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他们呢 就是研究显示说 这些他们从那些 受感染的人的粪便里头呢 就可以发现到 这些病毒呢 在粪便里头 竟然可以存非常久 对 没错 还是呈现了 这个阳性的反应 对 警戒这个是一个习惯 就是如此后 大家在冲水的时候呢 尽量把这个马桶盖 给盖上 为什么呢 在这个冲水 这个水力冲击之下 这个喷上来的 这个水物当中 可能也会有这个病毒的 那这个挥发在空气中 如果是吸入乳的话 就会直接被感染的 是的 所以呢 它其实也是透过这个 可以呼吸这样子进入的嘛 那这个病毒上来 然后挥发在空气里头 我们又把它吸进去 就是受感染了 当然预防措施 还是非常非常的注重 就是大家一定要饮用 煮沸的水 一定是要煮过的 然后呢 一定要把你的所有的食物 洗净并且煮熟 然后呢 就是避免不要吃生的那种食物啦 饭前 便后 一定要勤洗手 一定要肥皂 一定要用肥皂洗手 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已经要减少使用 逼不得已之下 你像我这样子 就整天随身带这一瓶 这个消毒液 去到哪里都喷 很怕死 不是怕死 是怕病 是的 因为毕竟这个 还是属于这个 人传人的一个病毒散播 所以非常的快速 是怕死不去 病都在床上 对不对 好 那个防疫措施怎么做呢 大家要勤洗手 老话一句 减少到人流多的地方 减少接触野生 或者是养殖的动物 以及呢 就是如果是你咳嗽 或者是打喷嚏的时候 一定要用纸巾 或者是用你这个曲肘 遮住你的口臂 如果是觉得不舒服的话 要立即求医 是的 再不然就自己隔离啦 好不好 所以这些都是 大家可以去避免这些防范了 但是不要太过惊慌 像我说 其实一般的这一个伤寒 也是会致命的 不只是这个武汉流感 其实一般的流感 如果没有好好照顾 人也可能会丧命 所以说得来说 我觉得还是要自身 要提升自己的免疫能力 然后我们的心情真的要放松 不要太紧张 是 所以想到这个心情放松呢 那今天我们就等大家谈一个 很给大家冲喜的课题 是 就是说呢 这个鼠年假取好日子 有什么好日子呢 稍后呢 我们将会我们的看音乐老师 许红波来跟我们讲解 我们先进进今天的大主题 2020年除了是金鼠年 同时也是双春间润月 难得一见的好年景 因此许多人会选择 在今年结婚 双春寓意双双对对 婚姻美满 结婚是人生一大喜事 即使越来越多人 都会选择西式婚礼 但家中的长辈 都依然会按照 华人的传统婚嫁习俗和礼仪 来为子女们筹办婚礼 谈到传统婚礼习俗 常会听到 择日 安床 过大礼等迷事 但具体又如何做 要准备些什么东西 大多年轻一辈都一窍不通 到底筹备中式传统婚礼 有多少的礼仪需要遵循呢 在这个全新的一年里 又有哪些吉日适合嫁娶的呢 不要担心 留守活力交战 让您知道更多 很多人都说2020年 这个更之鼠年 就是一个属于一个桃花年 那又有什么双润什么的 所以今年据说是特别适合婚嫁 所以那些朋友 如果是今年打算要娶 要嫁的就可以 就一定要留守我们这一集的活力加油站 我们有我们的著名 我们的堪余老师 Candy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到底有哪一天是好天 可以去嫁娶的呢 是 马上请到我们的Candy老师 老师好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对 发财比较重要一点 没有财 你要结婚也很难 所以老师 其实我们听到很多 就是说今年数年 是据说是那个非常好的一个桃花年 可是先重新一下 问一下老师 为什么讲数年是好年 可是就刚刚过的这个年 全世界都很动荡 包括这个武汉事情 对 又温义 其实也许有些人发觉到 这个数年过周年 好像来势汹汹汹 对 来势汹汹好像很多问题 其实我们目前到现在 一直到明天的5点03分的傍晚 我们还是在这个猪年 以那个八字来看 我们还是在猪年 那么猪年在去年的时候 它是在这个一个破日里面开始 所以就比较多波动 我们就希望今年 尤其是在今天 这个武汉新的火神山医院 就开始取动了 就会把这些细菌 完全把它清除掉了 每个人就健康起来 那么进入明天 正式是历春的时候才是老鼠年 这个金鼠年 害我们属老鼠的背黑锅 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错 好了 你们鼠年还是非常好的 是一个大桃花年 对不对 好 那所以老师 我们在今年就是鼠年里头 真的是非常适合婚嫁 其实很多人就是在 尤其是在我们讲的桃花年 比如说是老鼠年 马年 鸡年 兔年 都是属于叫做桃花年 通常你看 根据这些纪录 过去的纪录 每一轮都这样子 通常遇到这些年都是比较容易 好像很多人就是堕入情网 还是他的婚姻 他有一种要做真正的计划 有的人都怕脱了很多年 就进入这些桃花年 突然间就成了 想要重家了 你看我就是越来越可爱 感情越来越稳定 越顺远 比较投缘这样子 对 然后可以感觉 会有他们进入这个结婚的阶段 或者生小孩 所以这个桃花年是个很好 一个结婚的一年 再加上我们也是个双春年 因为是润年 有13个月 整年来讲我们有384天 所以要做计划 就是说有13个月去做计划 所以应该还有很多单期 还有更加的月份 可是有三个月份是不好的 哪三个月份 那么大体上来讲 是不适合的 通常会不会是在清明 还是什么那个鬼节七月 不一定 根据老师的资料 不一定 对不对 不一定的 其实也不一定 甚至有一些比如说是那些 说鬼节的月份 七月份 现在是八字是适合的 只要八字适合 大体上来讲有三个月份 就是三月 六月 和十二月份的时候 都是洋绿 那么它这几个月份里面 因为它的那个日历里面 它那个八字是有一些 带多一点是充客 所以很多人我们去折日的时候 就可能会发觉到 这几个月里面 就会少一些这个好日子 所以尤其是你们讲到 是孝马跟鼠的朋友 这三个可能免责秒 那当然我们今天所有这个月份 都是用洋绿来计算的 好 了解 那接下来老师就会提供一些 大家如果是想要婚嫁的话 一些婚嫁的大好吉日 大家来可以看一下的 那每一个日子呢 其实老师都是精心挑选的 这些都是一些蛮好的日子 当然一些真正要做假取的一些折日 当然是最少找一个 有经验的风水老师 折日老师 但是这些日子都是 我们就是精心挑选 是蛮不错的 好 大家尽快就拿你的手机 把这个拍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觉得说 自己看通书不可以吗 通书呢 其实它是比较 怎么讲 我们讲比较普通的 比较一般性的 我们一定要根据 有的人最基本要根据 就是双方 男女双方的八字 配合不要落在 冲课的生肖或是八字 不要落在破日 一些不好日子 甚至更加谨慎地会牵涉到 比如说双方父母的八字 也不要去冲课到 这个其实也是会要 一起一并来看的 当然我们要真正去折日的时候 要包括什么 这些好日子里面 有一些日子可能 充分到比如说女方 其实新娘在折日子里面 新娘的八字是最重要的 比新郎还要重要吗 他们说结婚的时候 新娘大 最大的对不对 很多人当心跟新娘的生肖相冲 新娘要入门的时候 哪个生肖跟新娘相冲 要散开 对 要回避那样子 那新郎就无所谓吗 也不是无所谓 我们注重在折日 这个结婚的折日 要更加加以注重在新娘的 比如说不能够充分她的孩子功 她的夫妻功 这些 这些都要特别注意 老师没有遇过结婚 说新郎是跟新娘相冲的 如果是 一般人来说 新娘进门 说新郎的伞 没有特别折日的 这个是 所以那个折日的老师 就功夫要比较高深一点 怎么折一个日子 再加上好的时辰 可能好的时辰 时辰是百无禁忌的话 就比较容易了 老师 通常有一些人 他们就觉得反正折日 就可能自己选 就选一些可能比较好的日子 比如说满日 成日就OK了 是不是这样子呢 大体上来讲 我们从通圣里面 可以看到一些所谓成日 满日 对 这是一般性的 但是再更加深入 我们必须要根据她 就是这两对 这年轻人结婚的新婚夫妇 他们的八字是不能够充可 这是最重要的 整个八字 这个就是所谓的夫妻宫充可 是吗 那夫妻宫是一个 还有就是孩子宫 甚至以后可能希望我们找个日子 他们结婚的时候能够忘他们的事业宫 等等 这是两全虚命 总之是有多惊愁就多惊愁 对 对 很棒 可以照顾到最好 当然一些人他可能刚好那一年是说 有的人说他不适合结婚 还是是不是适合结婚 要看他 可能一些夫妻老师可能建议他 今年可能你先不要结婚 可能落在明年 可能是因为他八字里面有一些香客 有一些烂桃花的现象 老师怎样讲烂桃花是什么 意思是说有些人可能在帕着拖的时候 可能忽然之间在八字里面 某一年可能有一些桃花现象 可能一些老师可能会建议是说 最好你是过了这个桃花的现象 过后才决定 要不然结婚过后 如果是有桃花现象涌现出来 可能引起一些争执 有些人是散婚 他有个人是散离的 所以这个是要以生肖来看 还是说要以自己的八字来看 一定要以八字 整个八字的组合 所以基本就是有的人说 看那个通圣的本书 就是看他没有充他生肖就行了 但我们真正去择日 做八字的择日 一定要结婚的择日 一定要看得八字的 所以那边是比较复杂 比较技术性多一点 好 了解 所以可能我们就去 有关的一些比较专业的老师去询问 然后就发现可能不适合的话 那就零年吧 是不是 对 其实一整年 尤其今年因为有十三个月 这个月不行 下个月应该还有的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所谓的润年 或者是双春年特别多人结婚 因为你能够选择的日子特别多 当然如果是刚好遇到 比如说双方的八字有充客什么的 那个有经验的风水老师 择日老师他应该也会给一些建议 是说你应该怎么去避免 应该做些什么步骤 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化解的 了解 那老师其实今年有没有说 哪一些生肖真的是比较不适合结婚的呢 因为今年好像我们的本命年 如果是犯太岁的话是老鼠吗 其实我们有时有听过一些人讲 当他有充客的时候做一些喜事充喜 对不对 可以这样子 也有这样的说法 其实最重要来讲 每一年或者是都有一些 就是适合每个生肖去结婚 只要他们感情稳定健康是良好的 大家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 在人生上的规划 就是可以进行结婚 那么另外就是择日方面 可以找个老师 或者是可以做一些深入的研究 找一些日子 就是一些良辰即日 能够屈居避凶 能够造了一些集气的 可是我也有听说这个 其实他们说 比如像小鼠的朋友 今年是本命年犯太岁 可是有些人又说 其实你懂得怎么去处理的话 太岁反而是在你的 是你的靠山 其实老鼠我们讲 今年是鼠年 老鼠是属于犯太岁 很多人说犯太岁不能够结婚什么 但是老鼠如果我们根据他做这种分析 老鼠在今年如果去结婚或者生小孩 反而他能够吸引或者造影 更好的一些集气 所以并不能够一概而论是说 说这个什么呢 冲太岁 犯太岁 就不能够结婚 最终还是要择日 反正你要就是要做个 做个预告跟大家讲说 我什么时候要进行婚礼 你们过来就是要择日的嘛 就顺道找个老师 去做一些深入的研究 找个比较吉祥如意的好日子 了解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表 老师那边有写着年庚 到底什么是年庚呢 这个年庚听起来好像很技巧 很奇怪 其实好像古时候呢 尤其是有些家庭 他们找不到一些风水大师 什么命理大师 就帮他们做一些择日 他们就是看看通圣 然后另外可能他也没有这些知识 他就拿两个人的八字写在纸上 就叫双方可能相亲 就是说女方的八字写在纸那边 或者男方的写在纸 大家互相交换 回到家 双方的男女的家庭 他们的父母就要把他们的所谓 八字写在纸上 放在神台 那么他说如果是过了几天 一天到三天这样 如果是没有事情发生 意思是说上天批准了 没事情 就可以结婚 如果是万一有事情 发生什么伤风咳嗽 还是什么事情的 至于一个讯号前 他觉得这可能不吉利 可能又不能够说不觉 男女都很喜欢 可能找一些解决之道 或者有些人可能看得不顺眼 他就算哪个借口来讲 这个年羹大家不配合 就算了 就是这些意见 好 那老师 所谓这个年羹 是不是也关乎到 就是生肖的一种相冲 其实年羹 就是它大体上来讲 年羹的意思就是八字 就是出生日期 时间 就是这样而已 只是我们中华文化 就是把每一样东西把它美化 就是年羹 听起来好像很好听 你说出生日期 时间 好像比较笼统 可以 好 那非常感谢Kenny老师 是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加入一位 专业的大禁节 上我们的节目 什么是大禁节呢 我们稍后就守着我们的节目 你就知道了 欢迎回来 刚才我们的Kenny老师 跟我们分享说 今年有哪一些吉日 是可以趁这个月份 是适合大家结婚的 那相信那些正在筹备 说今年要结婚的朋友 可能在那边烧头说 要怎么做不用担心 除非你是这个 伊丽莎白泰勒 结了九次婚 你可能就不用看这一段 如果相信一旁的朋友 都是要看的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些 中式的婚礼流程 要怎么跑 就跟他讲一下 那如果你真的是 比较不了解的话 其实真的可以找一位 就是我们所谓的大禁节 其实指的就是大禁节 因为他们就是 非常的了如指掌 是 马上请到Anna老师 对 我们今天来得 非常摩登的这个大禁节 Anna老师 你好 你好 那这个中式的婚礼流程 我们其实刚才 Anna老师讲到前面的部分 就是折日 就是折日 对 那紧接至下来 需要做的还有哪些步骤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些婚礼流程 一定有包括是什么的 就是过大离 然后他们就是会 就是有一个线来 一个索情 他们有了之后 然后男女方 双方都会见个面来谈一下 轻手 对 大家的礼数要怎样走 因为每个习惯人都不一样 就是谈这个 比如说聘金 对 这些东西 然后过后就来一个过大离 过大离过后就还有安床 搬家庄 借取新娘的热情 就是这样的 然后到正日的时候就父母上头 对 然后就迎娶新娘 对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 对 因为以前是三书六礼 现在就已经 就是保持传统最上朝流 已经是一体化了 刚才所谓的什么三书 什么礼 三书 三书六礼 就是以前有这个拼书 轻书 拼书 礼书 迎亲书 其实他已经在 包括在那个六礼里面的 六礼他纳采的意思就是 他相中了一个女孩子 他就会跟他求婚 对你家的女儿有兴趣 然后问名就拿他的那棋 问名之后他们就会拿纳吉 就是我们已经OK了 你的那个他的八字配合 十分旺男家要把他取进来 然后就会上门套谈这个婚事 纳吉 纳枕 还有轻盈 迎亲 就是在这个 所以他已经简化到 那棋拿了之后 他们就会谈婚事 对 因为现在很多的家庭 可能就觉得说不用这样麻烦 对 真的很繁杂 简单就好 这样 对不对 对 好像我那时候 我记得我结婚虽然是两年多前 真的一切都是重简了 就非常地简单 简化 那现在我们来谈一谈 其实如果是男家过大礼的话 其实所需要的这个礼品是有什么呢 我们是用最简单的 简化的方式 就是如果是酒 还有本来是有一个迎亲机 就是定亲机 但是现在都用红包来代表的 最简单已经有这样一杂东西 对 真的 还有礼金 还有我们那边有写那个礼品 礼品还特别交代有礼品头两对 这比较饼头 就是它比普通的礼品 因为这边的龙峰饼都是红色跟黄色那种的 是 没错 对 它就会比那个龙峰饼特大的 double up的 然后就这两对 就是一对是拜南方的祖先 一对是拜女方的祖先 然后还有苹果 平平安安 平不清云 还有陈 马刀工程事业有陈 也可以讲大纸 对 各十八 是 老师 里面东西非常多 我倒是也好奇 那个礼乳礼金是什么东西 这个我知道 就是什么离开就是乳 就是所谓的小孩变大了 对 就是这个 有些人是讲解奶钱 就是基本上就是成人的意思 对 离开爸爸妈妈的怀抱就成人了 就是童年的节是成年的开始 所以南方要准备一个离乳包 对 离乳包 通常都会给妈妈的 因为是妈妈的奶长大吧 对 就是有这个离乳 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也是有的 然后这里有特别就是 要有九样的吉祥品 两份 所谓这个吉祥品有包括什么 吉祥品里面都是有这个莲子 百合 红枣 这些好的寓意的 对 它全部都会带 好像是一色红枣红韵当头 二色百合 百年好喝 三色莲子 鲁森 柜子 四色龙氧 龙马精神 五色级瓶 大吉大利 六色茶叶 大 太智山叶 七色喜糖甜甜蜜蜜 八色这糖步步高升 那么九就是寿面给他们尝面白水 所以这里其中九样你要选两样 这样就OK了 还是九样都要 九样都有的 它们是做两份 就南方会把这两份的九样吉祥品 送过去女方 女方就会收一份 你给我吉祥如意 我也回你吉祥如意 你长长久久吉祥如意 了解 好 还有九种吉祥品 就刚才我们导师起到这个吧 就是那个了 对 对 就是鲜子 百合 什么什么的 没错 就是好的寓意的 那如果是女方过大理所需要的礼品 会不会更多更繁杂 其实他就是做一个回礼 比如说南方是用洋酒 他就会回这个橙水 橙汁 其实以前如果是讲古代古代 他们不是给的 他是给米水 洗了米那种水 因为以前的华人是很比较穷的 米很值钱 很值钱的 他祝福他的女婿有米又有水 就是用米水的 像现在用洋酒 就是全部搞到酸酸这样怎么办 不是 那个是 甜甜 这个是橘子水 就是 那个 因为有些人就讲 陈子 陈子 好像马当风陈事业有陈 方式都陈 给他一个 OK 千万不可以 各位给那个爱礼貌 喊喊喊喊不可以 给老公以后喊喊不可以 对 这个一食碗是什么 就是一对的那个碗 对 这个是女方回给男方 祝福女儿跟女婿 丰衣足食 丰衣足食 因为以前就是男的赚到钱 女的才有得吃 对 男的在外面做工 女的 你在家不用吃这么饱 肉整天减肥 对不对 吃少一点 身材漂亮一点 爸爸妈妈就送一对一食碗 祝福女婿 你要赚多多 我的女儿就有得吃 老师 其实根据传统的话 有没有说这个礼聘 就是聘金 有没有规定多少数据 还是回给女方 男方 还是什么样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 他们自己量力而为 私底下解决 对 因为每一个人 所以我刚才讲拼收这样 对 但是如果是 他们回礼的时候 比如讲女方也讲 聘金要回 因为以前家女儿 就是好像卖女儿这样的 对 她们男方拿什么来 她们全收 因为我把整个女儿给了回的 是 就不可以回回娘娘家 那个是古代 那现在就不一样 女儿就是 现在人常会说 我不是嫁女儿 一个意思就好 所以讲一下的话 对 所以他们的礼金拿过来 都会回 我会叫女方回一个 9块9 99 寓意是天长第9 常常99 所以生一个Elizabeth Taylor 这样就要 赚很多钱 卖9次 那老师 其实如果是更简化的话 有没有说 其实现在金珠这种都可以省略 然后就直接包一个红包 那边这样 都有 那个红包写着包 对 就好像我以前 我真的也就是这样 我觉得很方便 然后你会给我毛钱 什么都有 老师讲一下这个安床 应该注意些什么 因为我们常说安床就是 希望说他们可以传宗接待的 对 这个安床意思就是 一定要一对夫妇 就是比如讲是比较有福气的 当然我们就是南方的父母也可以 南方的父母 因为他的儿子 他自己 儿子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 所以他要一带船一带 由父母来跟他安床 然后就是那个床鲁跟床架之间 就会晒一个红包 其实有准备五封红包 五封 对 对 三封是男的长辈拿 就是比如说爸爸或者是男长辈 这个是新郎新娘安排的吗 还是新郎的爸爸妈妈安排的 他们已经安排了 五封红包 那个红包其实要在做这个 安床仪式之前 应该要准备些什么 我们都会跟他提供一件 一样样是煮菜 准备那个传统 这样 就像很多的材料 对 所以爸爸会拿 男长辈会拿三封红包 里面是放股钱 股钱就是铜钱 还有圆钱 圆钱其实它是一个片 来打一个喜字的 薄薄的叫圆钱 这个意义就是给新郎哥 古钱是有皇帝的名字的 希望新郎哥好像皇帝这样有权 圆钱就是放有圆钱 就是希望新郎哥和新娘 出外遇人谁都好 有圆 有圆 有圆又有钱 可是人家常说男人有钱 会做怪养的时候怎么办 这个就是看本身的 这个是看本身的 对 那其实安床有没有说 也要特别责任 有的 一定是似乎更有鬼更乐趣的 什么时间 而且他说这边是 包括大礼什么那些也要吗 要的 有的 有时间的 有乐趣有时间的 对 所以可能如果自己不知道的话 觉得可能还是来找一些 比较专业人士 来寻乱一下 对 对 没错 OK 好 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我们的 大甘子的安娜老师 将会继续地跟我们聊更多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各国传统婚属 韩国 在韩国重古至今 婚礼当天都以母亲为真 婚礼当天 南方母亲会穿上绿色韩服 女方母亲则穿红或粉色韩服 两位母亲手本蜡烛走到台上 即意味着婚礼开始 更代表希望的延续 在行李时 南方母亲会抓起 红木棋盘中的红枣 桂圆 花生 栗子等八宝穀物 下到新娘怀里 新娘则用韩服前经来接 接的越多表示越能找生贵子 美满幸福 日本 日本传统婚属为神前式婚礼 男女方是在神社的大殿内 以日本神道教的方式举行 新郎要穿着传统和服 与女方在神灵下宣读誓言 整个过程十分树木 而且婚礼的步骤延续千年 不能随意改动 在敬畏神明之前 双方需要用敬水清净身体 然后由神官奉上祈祷文 而婚礼最重要的一步 则是三宪仪式 新郎新娘共同献上清酒 每次三杯一共三次 越南 越南人传统观念中 但喜事要按女方的年龄沾算 如果年龄的尾数为一、三、六、八 就不宜结婚 从前这些婚属十分繁复 但如今这些仪式已被简化 从折偶到结婚主要包括三个 宜亲、定亲和宁亲 宁亲前 男方家将派人带槟榔和酒 到女方家请新娘 之后在女方家 新郎新娘站在供桌前 典香祭拜 向主中报告 最后两人端着槟榔 请双方家庭的亲戚品尝 仪式才算完成 欢迎继续守着活力加油站 我们继续来谈就是这个结婚礼熟的一些事情 那刚才有提到一些比如说过大礼 安床 安床等等的 还有一个就是在结婚前一晚 就是有这个上头 对 其实这个上头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个上头仪式就是童年的结束 成年的开始 其实他就基本上是在那个婴孩的时候出世 就是我们婴儿出世了满月之后 就会把那头发 婴儿毛 眉毛都剃光 把宝宝包去拜祖先 就是奔他包个血 现在他童年的开始 然后到他们的童年的结束 他不可能把自己的头发剃光 剃眉毛来拜神 所以变成衍头发的仪式 就是有始有终这样子 对 童年告一段过 对 从成年的开始 就是找一些好名人长辈 那么以前在乡村 他们住在乡村 就比较有什么素公 素婆 旧公 旧婆 那些文公 婆婆比较多 那么现在在城市就会比较难找 他们会找自己的父母为他们上头 因为身体发福 受制父母 都是父母亲给他们的 然后这个仪式是怎么呢 就是爸爸拿一把书子 其实是爸爸妈妈一起拿一把书子 两公婆一起为他们书 第一书就是由头发 书到肩膀 一书 书到尾 第二书就是到那个腰部这边 第三书到第三 这样子怎么办 这个头发都转 其实做一个仪式 做一个仪式 仪式 对 这三个步骤 总之就是要书三次 书三次 这样子 我们这边是书三次 可能在香港他们就不一样 有些四次 有些十次 练书可能也不一样 不一样 那要准备一些什么呢 注意事项有什么 有伤头书 眼镜子 那个扯 红身 还有红剪刀 伤头的水 红剪刀是要剪一撮法吗 是吗 还是 其实没剪的 只是准备这样子 因为那个镜子是圆的 明圆 明圆 然后那个剪刀是力气 明利 要明 要雷 明利 所以我们力气 我们通常都是要上头的时候 都会插在那个米斗里面的 就力气不会像在外面的 又圆圆满满 又聪明明利 对 还有大盏红图 剪刀拿来剪 了解 那还有一些汤圆 水果 发糕 然后这个龙凤的蜡烛 以及这个米斗 米斗 对 龙凤竹是一定要的 比较重要 还有龙凤香 以前是没有龙凤香的 现在是有时候配成一套 龙凤竹 龙凤香 那这个新粮本身 也是要准备一些东西 有的 他们就是要沐浴 要冲花粮 先洗净 就在梳头之前 上头之前 对 上头之前 然后穿的睡衣要新的 由内到外 都要新衣服 因为重新嘛 然后就开始 就由爸爸妈妈为他梳头 梳了头之后 山梳之后 他会就拿一个红色的绳 放在头 以前他们拿来绑的 或者是弄成一个花这样 就拿来冰在他头发的 现在他们直接就放在头那边 给他红韵当头 一生一世无忧愁 而且还要准备什么海糖粉 什么是海糖粉 其实他以前的人 就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花团品 都是用哪种来擦脸的 就是那个什么粘织水本 对 外面有一个画的 我们派古装系都会有的那个道具 对 海糖粉 就是那个 现在他们就会放 代表女红 就是女孩子是用这个 如果是男的 新郎那边上头是没放这个的 没放海糖粉 没有放那个针线包 还有那个针 针线包代表什么 针线包跟针线 这个是因为以前的女人 一定要会做神仙 要会做红女 自绣 这样子对 对 一定要会就是 比较 比较黄花闺女都要这一套 都要会这些 糟糕了 我不会 那个是古代 所以现在变成一个意思罢了 对 放出 然后我们会讲 信仰有针线 好像广东话 就紫顺满汤了 对 那其实之后还要吃这个汤圆 对 汤圆就是圆圆满满 代表圆圆满满 他们创造一个幸福的好家园 然后那个汤圆是不可以咬 直接吞的 不可以咬 为什么 直接吞 直接吞 这会扛撑的 对 我们弄得很小 会通知长辈们 弄小刻一点 然后我们这边 用KL的都会用红色跟黄色 那红色的汤圆就代表女儿 白色 红白 红白两个 白色就代表儿子 红花来 白花开 如果是在北马一代 他们都全部用红的 他们就会错两个款 长跟圆 圆代表女儿 长代表儿子 这样整天就生女儿怎么办 全部红的 总之要做小的就是 因为不能咬 就冲进去怕那个叶到 这样我要咬那个新娘很容易 做大科一点 好 开玩笑 那老师其实有没有说 不同的籍贯 都有 或是上头的时候 这个口诀也不一样 对 什么是口诀 口诀是念那些好花 如果是福建人 你先要自己念吗 不是 福建的话是怎么样 如果是福建十三书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老师会讲几种语言 对 其实我会客家福建 广东华语 好 厉害 那在结婚当日的时候 其实又要准备些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先说男方 男方在结婚当天要准备的物品有什么 对 我们通常都会 就看他们女方有什么加规的要求 有不同习惯的人可能有不一样的 可是我们那个水果是一定的 我们这边会拿十八粒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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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发 去到女方那边她们受九粒 就变成天长久 地长久 给她们长长久久 那么如果是在槟城 她们就可能是十二粒 我曾经试过她们要二十四粒 为什么呢 那个是槟城的规矩 好 就是可能她们 看她们的机关 她们的机关这样 二十四粒就是代表两个年 一年是十二粒 然后女方就收了十二 回南方十二粒 就代表她信仰嫁过去整年 一年一生一世的 她们没有预算那个润叶的 好像在今年 就是十二十二 不见人比较喜欢的 这样以后可以要求三百六十五粒 为什么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每年都要自成 好多 还有这个花生要两包 红包一封 这个红包是要给谁的 这个红包是压在那个栏那边 比如说是带 其实红包什么都可以代表的 如果她们要求些什么 没有埋到的 就要拿那个红包代表 趕快站起来 总之红包要站起来多一点 那如果是没有猪头 就换一只猪这样的红包代表 红包什么都可以代表的 对 然后这个开车红包 最重要就是你知道 就是姐妹的那些姐妹花 这个是写给新郎哥 给他们知道应该是 新郎哥的那个伴郎们 兄弟们很惨的结婚 最惨的就是当这个新郎的兄弟 最惨的 可以的话跟你说 你当间卸肚子不要去 好 很辛苦 那这个女方那里呢 女方在回礼的时候 要准备一些什么 她们都会 那个刚才已经说了水果 她收一半 剩下酒粒 然后通常我们也会教她 准备一堆喜糖 或者是他们有买到 就放它甜甜蜜蜜 那喜糖多 不要紧的甜甜蜜蜜 甜就是最好的 然后就红包 然后还有那个带露鸡 带露鸡 什么是带露鸡 带露鸡是以前是一只公鸡 一只母鸡的 真的是哪一个龙 放出一堆鸡 这堆鸡是带露的 因为以前传统传出来古代 新娘子是散步不出归房门的 这样变成她是不会认露的 不会的 女方准备这个带露鸡 给她带着新娘子回娘家 希望新娘子以后也认得回娘家 现在送一个智能手机就好了 老师 有GPS 不要带露鸡 只要手机 没有 我现在真的这样觉得 如果你真的什么没有 当红包 写的字 比如说带露鸡就写带露鸡 真的 现在都是这样的 对 这样就最方便了 带露不是那只鸡 只一个手机的鸡 带露鸡 老师 那个再说一次 我们遵循传统 但是要什么潮流的 跟上潮流 保持传统 跟上潮流 也可以追上潮流 对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Anna老师 谢谢Anna老师 所以大家可以找我们专业的带露鸡 对 没错 好 那在这个时间 今天我们把时间交给88614的Rickman 今天有什么娱乐新闻 开工大吉 今天是年初十 我才开工 所以要祝自己开工大吉 那今天到底有什么新闻呢 那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持续的扩散 然后不少的这些艺人朋友们 都慷慨解难去捐款 然后在中国发展的这个大马季 油涨金到底捐了多少钱呢 好 可以在三点钟告诉你了 那另外今天也是有这个嘉宾 Melissa 温馨盈会来节目跟大家分享她的歌曲 所以要三点钟见吧 其实也看到很多人 就是对此献上大家的爱情 所以真的 我们应该是同中构近 一起来抵抗这个疫情的 是 那大家就记得 稍后守住我们的88614 没错 那现在我们先休息 稍后回来 由我们的Alvin老师 来教大家一些松筋的治疗 千万别走开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 所以可能这样长时间坐着的话 没有运动 我们这个筋骨没有办法松开 就有很多问题会产生的 就比较紧一点 对 然后因为长期坐着呢 它会压到那些血管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血液没有这么循环 所以我们要需要做一点拉筋的动作 就是把它那个血液比较循环 然后把那个肌肉打开 了解 这样子的话 包括一些可能手脚冰冷的朋友 其实这个动作也要多做 对 因为有时候血液不循环 所以就会比较冰冷一点 了解 OK 那首先我们要做这个下半身的运动 我们一定要先了解 我们整个下半身的肌肉组织是如何的 那在这里请Alvin来 带我们讲解 OK 所以我们会从这里开始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缝降肌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里面 Inner Tide 就是我们讲Adductor 英文叫Adductor 就是这个肌肉 然后我们这里前面大腿的肌肉 就是骨外肌 骨直肌跟骨内肌 那这个骨内肌和缝降肌的区别在哪里呢 好像感觉就是在内侧的肌肉就叫做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基本上那股外肌跟骨直跟骨内肌 其实是在前面 前方 对了 前方 可是那个缝降肌是在内侧 了解 总之在里面的话就是这个缝降肌 OK 那再来就是小腿的部分的话就是 小腿的部分 对 我们就是看到前面的部分 所以就是筋骨前肌跟指肠神肌 神肌 OK 了解 所以老师稍后为我们展示的这些动作 就是包括所有的肌肉 都可以锻炼到 是不是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请Alvin老师去准备了 那其实说到这个肌肉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如果是长时间久做的话 这个是很多的问题就会产生了 包括其实你这样子的话 可能久而久之你的肌肉就开始萎缩 那很多时候就是对于这个健康上会带来很大的一些问题 那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伟宾 我们马上来看看这个胸筋的一些动作有哪一些吧 好 今天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 讲的是像下半身 下半身肌肉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常看到老人家年老的时候走动有问题 就是脚的肌肉会有这个萎缩的这个状况 当然今天讲的是要结婚 所以下半身肌肉要练好一点 是有关系的 我们这个人类下半身是这个升值部分非常重要的 好 那第一个这个动作是怎么做 好 OK 我们第一个动作就好像我们做一个W W 对 所以如果膝盖疼痛的话要小心一点 像我这样子膝盖疼痛 对 我动不下去 对 所以有些人就是比较Flexible的话 他们基本上可以坐在地上 对对对 我以前可以的 我不能 曾经有时候曾经而喜而食可以的 那如果是不行的话有哪一个 就是我们用手就是像前面 就是我们要把那个 往前心 对 我们要把那个盆骨的那个肌肉 好像刚才我们讲的凤酱鸡就是打开 OK 跟那个骨前鸡 就这样子撑着吗 对 要撑多久 就是10秒 15秒 然后我们慢慢地 可以的话就是把屁股坐在地上 对 但我这个膝盖真的是不行的话 对 如果不行的话就拿上来了 OK 好 那第二个动作呢 第二个的动作就是我们 OK 我们左脚放前面 就是好像一个Lunger这样子 OK 好 然后右手放在地上 OK 左手然后转身像跳花板 这有点像我们做瑜伽的那个动作 对 这会有什么重要性呢 对 我们一样也是把那个盆骨开 然后我们的身体也是会有一个拉筋的动作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一时二鸟啦 是是 因为感觉到说整个这个肩膀啦 手臂的肌肉其实也在运动的 然后我们可以换 好 然后就换边 换边 好 这个真的是感觉到这个拉扯是挺好的 可以 因为像我们刚才阿杰说 过性点的时候我们常常坐着 然后坐着一直在吃 不然就在看电视 对啦 在无聊的两个星期 其实开始可以做这个动作 拉紧 拉松一下 好 那第三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好 我们左脚也是一样 这样子跪着 然后右脚伸出去 好 对 然后左手上来 好 这个脚板是这样子放置吗 对吗 对 好 然后左手就向旁边 这个真的是有点扯到 感觉到一点点这里前面大腿拉 不单只大腿在拉 肚男也在拉 肚男也在拉 好 这样这个要维持多久 就是大概十秒到十五秒 好 然后就换另外一边吗 换另一边 对 好 另外一边 来 这个左脚 所以 大家要注意一下 一项就是如果膝盖疼痛的话 其实可以放好像衣袋 披露 或者是小毛巾 小毛巾 对 就没有那个规则影响 在你那个膝盖 就减缓这个压力吧 对 好 就这样子吗 对啦 就大概十秒到十秒 这应该多做 为什么 这个尤其是那些常常会腰伤 背痛的朋友应该常做 对 因为感觉到说整个这个 你的腰间就在拉扯 挺好的这个动作 是啊 然后也是打开那个 喷骨的那些 对 感觉说这边很少会运动到的 这个几个部分 内侧这个 我们的这个宽骨 大腿内侧等等的 好 非常谢谢Alvin老师 好 那明天我们会谈什么呢 这个过年就是大家有这个年糕 家里有很多年糕嘛 年糕其实不鼓励吃啦 可是要丢好像有一点点浪费 明天我们会教大家说 年糕要怎么吃 那这个节目的尾声呢 来介绍一下美食给大家 就是这个宜宝的火焚 大家好 我是车忠 来自Fedela Hotel Kandiki车 今天我主要是福建面 首先放两茶碟油 烧红黄黄放入材料 葡萄糖 鸡鸡 全在茶匙 这样放入材料 然后放入材料 然后放黑胡椒 然后炒好 然后我们放入汤水 放入半河汤水 然后放入鸩 然后放入鸡包 还有半茶匙 少许鸡精粉 然后胡椒粉少许鸡 麻油少许鸡 我记得最后放入材料 因为材料很快熟 搅拌一下 差不多炆好了 炆到差不多干水起架 这样我们完成今天的福建面 到时候 我暂时可以放入鸡腿 这个地方 那么 when 我们可以呢 带走 把油 优优独播 哪里 没 Ric弄 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